那個主幹它其實是靠於羽毛 它只要有聽到有種類的東西 對啊 差一根 它只要左右不平衡 就像它腳在室內 一風吹又沒風 對 腳在那邊有任何按照 然後就慢慢摸 剛剛那個我看那個中國的達人 就那個裡面那個女生就是一開始 她那個冷氣風太長 就那個羽毛一直歪掉 一直被風吹在那邊這樣打出來 所以我就不太冷氣 我不知道後來有沒有處理 一抵它就會出問題 好我們來講 重心或直心的時候 現在捐衍的引力場 重力場 假設我們有個物體 質量是大M 一個小物體質量小M 那它的重心會在哪 假設我現在用的是一樣的 一樣的質量 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 鐵棒沒有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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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棒會有細繩 細繩的話那就軟掉了 中間有個堅固的結構 但是沒有質量 在這個情況之間 有啦 非常非常細的鐵棒或鋁棒可以的啦 這邊就有 質量有點小的 看起來有質量 真是有質量的 假設情況之下 重心我們可以很清楚中間在中間的位置 對不對 那如果是2M呢 靠左一點 靠左一點 靠左多少 2分之1 2分之1 所以2分之1在這裡 對 這樣的話4等分 這樣嗎 應該3等分吧 為什麼3等分 這樣講 3等分這一點 這不是我們以前玩敲敲板嗎 對不對 你看嘛 這邊是1 這邊是2 2乘1 等於2乘1 這也是一個力矩的概念 我們上禮拜講力矩 所以T 這邊的T 你看 我們的重力向下 這邊重力向下 這邊是2M 這邊是一個M 那我們的力矩呢 長度 假設這是1L 好了 這邊是3分之2L 是不是剛好可以平衡 左右平衡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重心的位置 所以從這邊可以簡單來看 它重心的位置就是在平衡位置 在一個力矩平衡位置 它追求這個力矩平衡 所以我們在重力廠 因為重力廠 會向下的重力廠 均衡重力廠 所以我們的重力 我們的重心的位置 就是直行的位置 那如果說 我們看看另外一個平面 假設這是一個正方形 好 那你給它重心在哪裡 中間 對嘛 在中間的位置 對不對 那假設 事實上中間也是行性的位置 假設這一半是 這一半是鐵 鐵上寫 沒有錯 這是尖寫鐵 好 這一半是鋁 好 重心位在哪裡 鋁 鐵比較重 比較高 這一點嘛 再往這邊騙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它的 直行位置跟行性位置不一樣 因為形狀中心跟直行位置不一樣 形狀中心不一樣 形狀中心不一樣 假設這是個飛機的話 我們會在用的是 因為飛機它受到風的影響 你的行星就會陷入跟你空氣主流的關係 所以形狀的中心是跟空氣主流的關係 但是我們在這個地方跟它的質量不一樣 所以它的直行就會往你的左邊偏 它就會往左邊偏 那這時候也是考慮到力矩的關係 假設我們現在看 我把它線一條一條一條的 這是Delta L 每一邊都是Delta L 那長度是固定的 長度是L 所以我們是可以去用Delta L 去呈上它的密度 得到一個質量 然後去呈上我們的 假設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從這邊張材柄 這個張材柄來看的話 我每個Delta L 事實上可以轉換成一個質量 對 轉換成一個質量 所以我的質量乘上這個距離 也就是多通話上下條 就是質量 上我們的L 然後相加起來之後呢 相加起來之後呢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我們真的amc乘上我們的lc 好嗎 差不多 差不多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等一下 m應該是 m l n好了 這是m n 就是我第n塊 這是第一塊對不對 第一塊是m塊 很像我的 這是第一個l 所以第二塊m 這是l l是 l是邊長 那我現在lc指的是質量中心 假設我現在是質量中心在這裡 所以這距離是lc 那假設這是我的質量中心的話 我是不是說我的質量會在這邊 相當於我拿個東西頂在這裡 我就可以頂住它 也就是說這是我的轉動力矩 現在所有東西都在這邊轉動 那這一小塊 這一小塊 這一小塊 是不是也可以造成一個力矩 這一小塊是不是可以造成一個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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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東西都會造成一個力矩 這個力矩的總和 是不是等同於我總力矩 那我就可以造成我的力矩中心 所以我的力矩中心 我的力矩 也就是我的 這是我的 叫做 直線的位置 以X軸方向來構成直線的位置 不然等於什麼 m7 屬上sigma sigma是總和嘛 第一個 第二個相加 第三個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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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相加起來總和 質量中心 m ln ln 這樣 就是我把它總和加起來 看 可是算 看力矩的時候不是 那時候 那時候 看力矩的時候不是要想像 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字點 就是 對我們想像這個字點 想像是 想像是 這個角度的 事實上這個字點沒有影響 就是 我可以想像在這裡 那這是固定的距離 那我假設這是一個 X長 那我全部加它X 然後這邊這個X本來是會原價 因為它是多出來的 我當作減掉它 我覺得還是可以看到我的中心位置 基本上這個 嗯 就像是說 好 你看假如現在在這個地方 你看有另外一個長度 叫做什麼 叫做 叫做A 好 那我來看這個中心位置 我們就拿這個實力來看 這一點的位置是多少 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所有的力矩都會往這邊跑 就是這個方向 力矩方向 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球 所造成的力矩是2m 乘上什麼 乘上L加A 對不對 那這個手造成的力矩影響呢 是不是一個大m乘上A 對不對 那我把它等於什麼 等於 2mL加上2mA 加上mA 加什麼 2mL加3mA 2mL加3mA 加3mA 對不對 那我們說這個會等於我們的重心嗎 我們知道重心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m的重心是不是3m乘上什麼 A加上 這是三分側L 對不對 是3mA 加上2mL 是不是等於 基本上 就算我給它一個A的長度 這A的長度是虛擬的啊 我不管它是怎樣 我虛擬的一個距離 我算出來的結果 我先拿特別的重量去算它的重心位置 跟我拿後面的結果去算它重心位置 結果是一樣的 它有造成的力矩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任何一個點都是它的轉動中心 以那個轉動中心去算它的力矩 它每個點所貢獻出來的力矩 每個點每個質量點所貢獻出來的力矩 會等同質量中心所貢獻出來的力矩 是一樣的 所以當這個質量中心就可以找到質量中心 所以假如你現在是一個霧威的形狀 我在宇宙中掌握直心了 一個任意形狀 在宇宙中的話 假如要用觀察的話 你把它轉一下看看 我會給它隨便力碰一下 它可以旋轉 它旋轉的時候 它已經是繞著質量中心的軸在旋轉 那你可以再換一個腳再轉一下 你把兩條線交叉 它中間那個點就是紫點 就是紫心了 紫心的位置 因為它的轉動是一樣的 它所形成的效果是一樣的 所以我剛剛 假設A是想像的 我沒有通過A是多層 所以A會最後約掉 最後約掉 所以最終你得到的中心的距離 你的轉動的力矩 就是這個D 就是會得到相反的結果 所以我們來想一下假設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這是M 這是大M 更大M 不要用大M 不要M 用2M 這是要不M 好 這樣一個問題 然後這個距離呢 都是L 好 其他重心會在哪裡 直行會在哪裡 這個大M是一樣對不對 A 對對對 都是M 1倍的M 1倍的M 2倍的M 5倍的M 那重心會在哪裡 我們可以算一下嗎 為什麼 為什麼不可以算一下 不會 它總重量是多少 總量是8M 所以8M成長 假設你這一點來算的話 乘上我們的重心位置 會等於什麼 是不是這是一個力矩 我想像一下說 我想像中心在這裡 這是XC 那我這邊是有重力向下多少 是8M 是8M 對吧 好 那我開始講 等於第一個質量的貢獻 第一個質量的貢獻 是M 乘上多少 0 加上第一個質量的貢獻多少 是2M 乘上2L L 加上第三個質量的貢獻 是M 乘上多少 2L 但是我把它換成三個力矩 相加 會得到我 總質量的力矩 對不對 那等於什麼 2M L 加上 10M L 等於12M L 對不對 然後M 跟M已經約掉 所以8 除過來 所以我的XC 會等於什麼 8分之12M 從這邊算的 所以 8分之12 就是大概多少 162分幾 看在這裡 對 這樣就可以計算出它的質量中心 質量中心 那事實上 在地球表面也要重量中心 重心的位置 那 當然我們現在還沒學積分 如果說你學積分的話 就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部位的形狀 你只要知道說 它 這個相對的關係 我 講到可以知道 是 Y X 的關係 就是 這個面積 這個長度 隨著X的變化 的關係 我如果知道的話 我沒有辦法知道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面積 那我一樣 承上這個距離 我承上這個距離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力距 那我就可以把總面積 得到總力距 結果出到總面積 我就可以得到 得到我的重心位置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重心位置 那反過來 我一樣 假如這個力距離 你的圖形的話 我一樣可以得到 變成一個力距 圖形 這是X軸 Y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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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軸 SYZ 我就可以得到 空間中的 每一個 小面積 小體積 的一個質量 對不對 小質量 然後我一樣 承上我的距離 這距離是R 好 那得到之後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力距 這個力距 那可以承上 我們總體積 或總質量 假如這個 跟我的密度 又有 有不同的均勻分布的話 再承上我的密度之後 我就可以得到 這個每個單位體積的 單位質量 每個小的 不是單位 每個小體積的 質量 是多少 那這時候 承上我的總項量 我就可以得到 力距關係 那承上總質量 我就可以得到 重心位置 所以意思是一樣的 從 從這個小的 推到這個大的 意思是一樣的 如果說 再放個腳步槍 我空中有兩個物體 這邊的質量是2M 這次量是3M 我們給它固定的數量 那它的執心呢 它執心的做標格 假設是 5M 5 2 1 它的執心位置 3 3 5 好 那我 有辦法算出它的執心位置嗎 誰的執心位置 它們兩點 兩點 一樣是中間有個棒子 結合在一起 它的執心位置應該是多少 好 執心位置應該是多少 那個 中點 這是2M 這是2M 這是3M 3M 沒有 你剛剛說什麼 好 這是2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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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執心是 它的質量是3M 它的質量是2M 它的 坐標準是335 它坐標準是521 我有辦法得出它的 可以 中間位置 換成那個 換成 換成 換那個指標才能 換那個指標才能 這是 換那個指標才能 就是 反正是算多 也可以啊 那一條變得 你簡單那一條 就是 反正畫出這個 下降坐標嘛 這條的坐標 那個下降做出來了 對不對 那你可以取 如果用 因為這是有兩個點 所以很清楚是 5分之 5分之2嘛 對不對 這是5分之2的位置 那我就可以得出它的位置 是不是這樣子 那 假設我現在有 三個點呢 這是一個結構 三個點 第三個 這是 這是1m 然後它的坐標準是 8 7 2 然後又轉來了 對啊 事實上這個做法也是一樣 就是把它算它的 這是一個結構嘛 這是一個結構 這是一個結構 這是一個結構的 白色是一個結構 那可以把我們每三個點呢 做出一個向量 這是R1 這R5 這是R3 可以嗎 那你看我這個質量 這個質量是個那個 假設你這個 沒有 假設你這個 為轉動慣量的話 轉動中心的話 我們先以X軸為轉動中心 這樣旋轉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每個東西 乘當化的高度 這樣怎麼旋轉 就是以X軸旋轉的時候 假設 就是這樣旋轉 那它不會真的走 我不會真的 它只是假設 我們就理解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樣理解 其實我會沒有關係 真的算 因為這個好像不是扭下去 我們這樣旋轉的時候 你別想像這樣 這中間有一個直心 就是這三個東西 中間有一個直心 這直心 讓我們它的直心的距離 以X軸的距離 來轉 是等效的 同樣的 我先以X軸來算 它對X軸也會有一個等效的一個效果 你要講Y軸嗎 誒Y軸 剛剛是X軸嘛 現在是Y軸 也會有一個等效效果 然後對Z軸也是一樣 好 你這三個軸同一算完 你這三個軸 就是直心的坐標準 就是直心的坐標準 直心的坐標點 算了三次喔 誒 當然因為你沒有學會積分 如果有學會積分 上次就是 積分的公司 積分的不是公司 積分的 積分的技巧 加上限量鐵的技巧 就一次 就可以算過 哦 對 那也就是假設你在空中 是個認得體型的話 認得一個結構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個積分的技巧 這樣相當型的技巧 就一次串出來 好 這是以後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當然 原理就是這個原理 好 因為我們現在只能給你一個是 固定點 但是你要知道 它在算直心的位置 都是用 都是用旋轉 就是那個力矩的幹去算 這樣嗎 有沒有 我們剛剛這邊不上力矩 向你去送 好 好 好 那我問一個 限時的問題啊 這個限時真的在做 假設你看有部車子 這眼睛吧 我變車子 好 有部車子 那車子是讓你知道嗎 好了 那你怎麼裝出它的重心 它吊起來 頂起來 沒錯 我沒有辦法頂起來 因為它吊起來 你也吊不起來 旋轉 旋轉也很難 真的不容易 喔 開開水的時候 這點是 它跟我們都不均勻 對啊 它非常不均勻 它引擎在器材料中間 這個難要計算 這絕對算不得 因為中間的不是 就是把它開到 那個懸崖上 喔喔喔喔喔喔 做這樣嗎 還沒掉 OK 可以 真的 那你可以做這個X走 Y走咧 走得去 然後 Y走就沒辦法這樣子 對不對 你前後可以走 你Y走 你做出來 就把他轉過去 對啊 因為我們講 質量重心它應該是有三種嘛 對一個車載它應該有三種嘛 你距離 車前的距離是多少 距離兩邊的距離是多少 從底盤 從那個輪胎往上算是多少 應該是一個立體空間嗎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 中心位置 怎麼算 算 可以 可以 測量 怎麼測量 怎麼測量 好 我們跟老闆來看一小題目 好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物體 我現在 蹭著它 假設我測到結果 所以這邊測到五分之二質量 這邊測到五分之三的質量 好 你可以告訴我重心在哪裡 哇 這樣測 這樣測 真的會 真的會 你如果重心擺的東西 擺位 或者舉個鳥 我們 這是一個敲料板 或是一個 兩個頂點 我上面放一個物體 這質量是M 只有物體喔 所以我擺在哪裡 那重心就在哪裡 這邊橫條幾乎沒有重量 我如果擺在這邊 可以想像一下這邊的質量 所測到的質量多少 假設放一個秤 這邊放一個秤 這邊測到多少 M 這邊測到0 我把你移過來一點 是不是這邊可以測到質量 對 所以這個可以從測到兩邊的重量 來決定它重心會是怎麼辦 有 好了 我現在測到了 一個五分之三 一個五分之二 這個 請問這個M放在哪裡 五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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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五分之二 對不對 那我車子要挖很多次 車子要怎麼做 所以 其實XY比較容易做 會整個把它放在那裡 我們XY都可以做嘛 因為我這邊就是 這邊放個秤 這邊放個秤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秤出不一樣的結果 對啊 前輪 前後輪秤到結果 利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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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他們的做法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所以XY走沒有問題吧 嗯 好 這樣想 想一下XY走沒有問題 我要想到利走怎麼做 他利走的做法是這樣 欸 他事實上是把這個輪子往上撐 撐到H高度 撐一個H高度 撐一個H高度 要撐是斜的 斜的 所以這時候呢 會有一個重心的關係 這是 我這邊用L 這邊L不然 L不然比較大還是L比較大 L比較大 L比較大嘛 因為他 轉彈的時候 腳部關係 對不對 這個是變成 假設這是SIDA講的話 這個L 就變成L 那樣不可能 L 我看SIDA 對不對 所以給你換算 當你移上了之後 這邊側道中間就不一樣了 你把它立起來之後 這邊側道中間不一樣了 因爲什麼 這邊變短了 它距離不一樣了 所以你透過這關係 你可以解出來 再換算出 因爲你改變它的高度 你可以得到新的關係 新的平衛 你得到新的重量 再從這新的重量 反推回去 它 的影響是什麼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因爲這重心的改變 假設 我現在放平衡在這裡 對不對 我現在移上來 這重心這裡就是調整 有時候移上一點點 你給我換算它的關係 出來 大概這個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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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